我看到你的順序表1到10 醫事人員算是第一線 那你請問市長你本身打了沒有 打了啊 你打了齁 那陳佩琪醫師打了沒有 為什麼他沒打 他也是台北市的醫師 你們不是在鼓勵醫事人員先打嗎 是這樣啦齁 他在看有沒有更好的疫苗 在看有沒有更好的 就是有這種心態 所以大家都變成說我要等好的疫苗 那其實大家不是在鼓勵嗎 我們總不可能全世界的疫苗 大家搶不到來到台北市 台北市給你的量結果都要過期了 這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嗎 我覺得這個方面你們應該更努力去推動一下 醫事人員為什麼打的趴數有這麼低 一張 這個問題要趕快處理 我覺得給想要打的人先打就好了 因為開放大概就打得完 第二個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昨天跟學姐在網路上 PO了一個你去看分艙分流的監獄旅館 對不對 那這個旅館你去看得很開心 你媒體新聞 播出來的影片也十幾分鐘 也很開心 你確定你分艙分流做得很好嗎 其實我跟你講還是有一些因為這樣 每一個旅館 都不一樣 比方說我就看到有些問題 他只有一個電梯 要分 那個就很難設計 市長我跟你講我在這邊跟你預告 台北市的分艙分流有很大的狀況 我是在教育委員會才要問 第二個 分艙分流人家新北市去年就做得很好 我們昨天還在自我開心 沒關係沒關係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早上自由時報的頭版 來看一下 上面那一些字你有沒有看清楚 美國CDC更新防疫指南室內保持1.8公尺 無法防疫武漢病毒 你再看一下下面的照片 市長 這是我們台北市的某一家醫院 在市內有沒有超過1.8公尺 第二個 市長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捷運 都在地下對不對 算不算市內 捷運那個車廂裡面 捷運如果在等車輛的時候在月台上面 算室內還是室外 報告議員那個捷運擠到車廂裡面 根本就8公分都差不多而已 來你再看一下 今天自由時報的照片 你現在1.8公尺 市長 我們台北市該如何應應 CDC所講的1.8 沒有辦法防治武漢肺炎 第二個 現在再來就是所謂的畢業典禮 再來就是所謂的端午節活動 理辦公室說你們沒有指示到底可以辦不可以辦 那這個問題來了你要不要解決啊 你看看排隊的都沒有超過1.8公尺啊 不過是這樣啦 他所謂的1.8公尺是沒有戴口罩的狀態 但戴口罩也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 我倒覺得這樣啦應該是戴口 沒有打過疫苗的還是乖乖戴口罩 所以呢 到底我們現在畢業典禮動不動 然後所有的民政系統裡面所謂的 端午節活動辦不辦 你們要不要副市長趕快去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 很多里長人心惶惶啊 我要辦 我又怕 我不辦 又怕 要罪掉 不可以 起床了 你怎麼可以自己去處處了